最新一季的《密室大逃脱》播出了 这个主打恐怖的综艺 目的就是要把观众下的晚上不敢上厕所 本来这一季恐怖的气氛 确认得很到位 但因为一个嘉宾全部破功 他就是彭玉畅 之前彭玉畅的胆小就是出了名的 所以这一次 其他的嘉宾对他也很体贴 特别关照他 让彭玉畅走在第一位 结果也是初期的好 整期节目都是彭玉畅的惨叫 甚至还被吓得直接跪了下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环节结束之后 众人要摘下眼罩会合 这本来是一个没有任何难度的环节 相反 蒙这眼罩肯定要比摘下来更恐怖不是 但彭玉畅却被吓得不敢摘眼罩 并要求同伴过去找他 因为这一路过来也都见识过他的胆小了 如果不顺着他 恐怕节目都没办法继续了 结果当同伴们找到他时 向他搭话的时候 彭玉畅摘下了眼罩 看到眼前的众人吓得直接瞳孔放大 吓得大叫马马 节目效果拉满 不少观众很吃彭玉畅这一款 觉得综艺效果好 一个人就是气氛组 但有人觉得综艺都是有剧本的 彭玉畅你是不是表演的太用力了 明明是个大男生 怎么老是拿人家的女主剧本 接下来是不是要公主抱了 其实说彭玉畅演 还真是有点冤枉他了 因为之前他在向往的生活 这个跟恐怖一点不沾边 只有诗和远方的节目里也是这样胆小 在向往的生活里有这样一个片段 那一期的节目选的是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 一行人如同在画中穿梭一般 一开始 黄磊 何炯 彭玉畅 还有张子峰四个人乘船来到了目的地 四个人还是有说有笑 十分的期待的 但这一次 节目组大概是要玩一把原生态 所以选择的场地十分的原始质朴 几个嘉宾到了以后就傻眼了 但黄磊毕竟经验老道 很快就回过神来 开始安排大家的工作 彭玉畅被安排的工作就是去掏鸡窝 黄磊自己安排完众人 自己就奔厨房去了 如果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朋友应该知道 鸡是最胆小的 人只是路过一下 距离还有几米远 鸡就吓得一溜烟跑没影了 撵得鸡满院子跑的事 估计很多人小时候都干过 但彭玉畅太绝了 又是全副武装又是做了许久的心理建设 知道的他只是要去掏鸡窝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拆地雷呢 就在彭玉畅站在鸡窝前雨季 还有空气斗吃斗勇的时候 一旁的张子峰都看不下去了 先来助阵 在张子峰的帮助下 彭玉畅才算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任务 更觉得还是在向往午时 按照惯例 吃完晚饭后呢 几个人会一起互动 做些小游戏 这一期黄博心血来潮想讲个故事 黄磊一听 使坏的机会 这不就来了吗 给黄博一个你懂的眼神 黄博就知道 该讲恐怖故事了 同样作为极限挑战议员的张艺兴 也同样心领神会 跟着黄磊一起制造恐怖音效 黄博故事讲完 现场的氛围已经被轰托得很到位了 黄磊觉得还不够过瘾 于是说自己也要讲一个 并且强调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凭借在唐人街神探中诡异一笑 吓出圈的张子峰 也被黄磊的偷袭吓了一大跳 事情说到这里 彭玉畅呢 怎么还不出场 别急 最绝的就是彭玉畅了 因为彭玉畅一直以来对张子峰都很照顾 拿他当个妹妹看待 所以张子峰在被吓之后 下意识地也往彭玉畅身边躲 本以为哥哥是能靠得住的 没想到彭玉畅却被倒向他的张子峰吓了一大跳 比张子峰的反应还要大 黄磊和黄博也没想到 还能有意外收获 本来是想吓吓小女孩张子峰的 结果把大男人彭玉畅吓得够呛 由此可见 彭玉畅是真的胆小 想到他被吓得三魂六魄都飞走的样子 感觉接下来的密室大逃脱 有得好看了 我太害怕了